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阿尔巴利亚的首都蒂拉拉 我刚离开公寓 这次在阿尔巴利亚这个公寓 是最整个行程当中最舒适的一个 它为城市最中心 往左拐 之前往前走 就是著名的广场和著名的清真室 我是昨天乘坐大巴 从波多巴到达Tirano 开始进Tirano城市的时候 现代的高斯公路四通八达 一下子改变了我对阿尔巴利亚的印象 从进入城市以后 一路上到达城市最中心 我能感觉到这个城市正在建设 阿尔巴利亚人正在很努力的建设他们的家园 把他们的国家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 大家知道阿尔巴利亚闭关属国了近四十年 近些年来了阿尔巴利亚才把他的国门向全世界打开 自从进入阿尔巴利亚境内 我感觉到很自由 出海关非常的简单 换钱也非常的简单 也不需要什么护照 而且作为美国公民呢 我入境以后可以在阿尔巴利亚待上一年 我也可以在这里买房产 都没有限制 我现在呢到著名的广场去看一看 阿尔巴利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呢 阿尔巴利亚人的人均收入在600面积 整个阿尔巴利亚的人口呢 是280万人口 它的首都蒂拉拉呢 有52万人口 虽然我来这时间不长很短的时间 28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能感觉他们正在努力 开放时间不久 能健身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 我已经很喜欢蒂拉拉了 是不可爱的 你买到白 chose 你不需要 talked的 然后你走开 或少许的任务 你也能估计 现在是有一个人 这是我们想通发来的 你的身体 还是有一个人 这里的人也非常的友好 是中心的这个换钱处啊 随处可见 我来到了他的当地市场 因为我在波斯尼亚买了很多的东西 我想买一个手提箱 但是他这个价格都太高了 其他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差不多 他们自己不分产 一些主要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进口的 所以加上税价格比较高 像每一些阿尔巴尼亚传统的东西 这个是很传统的阿尔巴尼亚 我买了一个这里面也就是 是spinach cheese 是50美分 这个非常的热 现在能看出来了 还是挺好吃的 50美分 这里的海圈特别多 因为它毕竟靠那个亚德利亚海 又是换钱处到处都是换钱 我一直还在这个城市最中心转摇 刚刚就在这个品牌的咖啡公司 喝的咖啡相当好 他也买咖啡 我想买一点 他这个阿尔巴尼亚不产咖啡豆 他都是进口豆 但是自己烤的 早上我喝的那位女士说就是这一种 他是18欧贝 我想买一袋 这次来迪拉拉 所带的公寓位置相当好 离开公寓往右就是 奥特巴尔 这个奥特巴尔在迪拉拉也算是一个地标 一般来门游客都要去玩一下 在奥特巴尔有一家 海鲜馆 今天就到他那去吃午餐 这地方跟其他的巴尔干本半岛的国家一样 咖啡馆特多 这就是叫的奥特巴尔 好像也不是很旧很老 这个奥特巴尔主要是新鲜蔬菜水果肉类还有那个最主要就是海鲜市场都在这 不过现在很饿先去吃饭 然后再回一再看 海鲜 还要是建议 这就是奥特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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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桌子靠空调进的 餐馆是一楼是咖啡 必须要到二楼才是吃海鲜 这都是海鲜馆 很新鲜的 是吃正餐海鲜馆 好好的吃一顿 既然来这儿阿巴尼亚是靠海边 一只一只一只 就我一人 我就自己选吧 那我就选在这儿 它这个碟子也比阿巴尼亚传统 阿巴尼亚传统 阿巴尼亚 OK 这是阿米尼亚的白葡萄酒 昨天晚上也是在海鲜馆吃的 它已经喝过 相当好 这个是阿巴尼亚传的白葡萄酒 这个是3.5欧倍 也就是4个美金 这是我点的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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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总是给好多章鱼 这个章鱼比昨天做的好吃些 试吃 看这些 我们去看这个 看 这个旁边 这些 那些很好吃 这个东西 赵鲜 它的海鲜 那个 海鲜 那个 那个 海鲜 那个 拜拜 谢谢 海鲜的那个 真是很好吃 那个味 真是洁了 自从来到这儿 每次每餐都不讓我失望 你看看他的手工市場 奧德布莎也是那個旅遊者必須打卡的地方 不過呢 到來阿爾巴尼亞來旅遊的人 畢竟不是很多 今天不如昨天熱 今天的溫度是98度 這是他的國旗 這是阿爾巴尼亞手工市場 從昨天到阿爾巴尼亞到今天 我感覺阿爾巴尼亞是一個開放的國家 現在 然後是賣海鮮的 所以在這個海鮮餐館吃海鮮 非常的新鮮 在那個Tirana 他的那個旅遊景點 他不是很多 我住的這個工藝邊上 早上兩個小時 基本上很多的景點我都概括了 所以 其他的時間呢 我就想體驗一下 當地人的吃喝和他的文化 體驗當地的真正的生活 是像什麼樣 你聽他這個音樂 就非常像那個 Hi 非常像那個土耳其的音樂 因為在奧特曼時期 這個阿爾巴尼亞也被他們統治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Hi 所以他也有很多的音樂呀 那個咖啡呀 土耳其咖啡呀 都是受那個土耳其 奧特曼帝國時期的影響 餐館就在我的公寓下面 是對面那個店老闆推薦 他說 這是最好的 自從來了以後 這是第三家的海鮮館 他的海鮮就在邊上 可以自己挑選 我這看著是非常的精緻 它是那個魚是tuna 然後下面有那個avocado 這是什麼呀 哦 這是那種seaweed 哇 非常的美味 這個餐館在當地非常的有名 我又來這吃了 這是他的廚房 廚房也很乾淨 看看 這也是同樣的桌子 要了一杯白葡萄酒 他這個餐館名字叫 Rosafa 在這個廣場邊上 我今天點的比較多 這個呢 是那個tuna 新鮮 非常新鮮 做的碗也是吃的這個 非常的好吃 這個是他的店裡推薦的 這個就是 是一個人的 這個人的 是一個人的 這個人的